一只猎豹迈着不紧不慢的步伐 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 在他的身后有两只亚长年的小猎豹 而前方的羚羊群还在漫步惊心地吃草 没有发现即将到来的危险 借助草丛的遮挡 猎豹完美地将自己隐藏了起来 同时锁定了猎物 等到这个距离足够近时 他发动了攻击 羚羊的反应有点迟钝 等他想要加速逃跑时 猎豹都快追上他了 只有一步之遥 羚羊猛打方向盘 来了个急转弯 想甩掉身后的猎豹 猎豹在后面紧追不舍 羚羊只好又来个急转弯 不过没啥用 猎豹的速度在草原上是杠杠的 很快他就追上了羚羊并抓到他 母猎豹把抓到的羚羊丢给两个孩子 让他们练习捕猎 一只小猎豹上去就咬住羚羊的脖子 这锁猴神器是他们一定要学会的必杀戟 不能一看到妈妈丢给他们的食物 就想到吃 而是要多加练习捕猎技巧 积累经验 练习完了还能开饭 母猎豹在一旁放哨 让两个孩子先吃 真是一位负责任的妈妈